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意下之折腰 第10-11章,原来老板是来捧老板娘的 岑峰很不明白自家老板为什么会答应东方电视台的采访 更不明白为什么还会亲自去东方电视台 直到看见自家老板娘来接老板时 才明白过来,原来老板是来捧老板娘的 卧槽 法外狂徒居然是一个360度无死角的大帅哥 就连身边的秘书都帅得出奇,电视台的人无不震惊 还以为是中年油腻大叔,不料却是小说里走出来的男主角 高挑的身材,无可挑剔的脸庞,比当红的明星更耀眼 本来又今下去采访路易,然而却临时被上级换成了颂严 东方电视台是一家规模比较小的电视台 记者充当主持人用 上到台上,今夏着实地吃了一惊 她和路易之间的台词都对好了 既来之则安之,今夏从容地坐到了宋妍的对面 她的一举一动显得非常严肃,甚至可以说是冷漠 宋妍觉得几倍有些发凉,职业的微笑,录律师 有没有人说你不像律师,更像言情小说里的霸道总裁 今夏扯出了一个很柔情的微笑,有人说我更像明星 一瞬间,宋妍忘乎所以,都不知自己在做什么 激动地拍着手,太对了 我也这么觉得,要是你做明星的话 肯定是一线明星,那些流量明星在你面前会瞬间黯然失色 你这么帅气,追求你的一定很多吧 什么玩意?花费好大的功夫,就采访这些 一怒之下,台长让人拉了闸 相机修理店发出砰的一声 老板侧头一看,是猫把客人的相机踢掉了 那正是今夏的相机,老板骂着猫,我刚修好 你又给我整坏了 猫冲他委屈叫了声,喵 老板无奈地摇着头 这相机每次刚修好,就会被破坏 上次是有人开车撞了他的店 这次是自家的猫,不知道下次是什么 莫名觉得这相机有点邪门 得快点修好才行 电视台的灯再一次亮了起来 陆毅和今夏发现彼此又换了回去 宋妍被请出了采访室 苏林一个劲地道歉 陆律师,不好意思,刚刚停电了 真是抱歉 此时的陆毅已经是本人,绅士又冷漠的语气 没关系 苏林冲着今夏眨眼,今夏接收到信号 立马拿着天然矿泉水放在陆毅身旁的小桌上 苏林道,陆律师,您先休息一下 我们检查一下设备 陆毅点点头 苏林离开了采访室 面对的是台长的谩骂声 怎么搞的,这么重要的人物 你交给一个实习生去采访 怎么,他是你亲戚吗 不是,不是,苏林急忙解释 宋妍比较出色,就想锻炼锻炼他 你亲自去采访 搞砸了,卷铺盖走人 台长一脸的不愿 当苏林准备采访陆毅时 听见陆毅说,能不能让原记者采访我 苏林忐忑着 担心又给他搞砸了 这些小年轻看见帅哥就不知道自己姓身名谁了 就知道问人家私生活 这又不是大明星 谁会在意他的私生活 这是大人物 别人要求的是从他身上学到满满的干货 比如在生活工作上如何保护自己的权益 打亮着陆毅的神情 没有看到退步的意思 害怕陆毅甩脸走人 苏林硬了下来 看到惊吓坐到陆毅的对面 他脸上的冰山渐渐溶解 惊吓发自内心的笑容 官方的语气 陆律师 很高兴邀请到你 你能跟大家分享一些法律知识吗 没有一句废话 也没有一句讨好 直接进入正题 陆毅柔和一笑 当然可以 惊吓按照两人之前你好的台词 陆律师 假如我在追小偷 那小偷突发心脏病而身亡 那我会被判刑吗 你在跑步 判什么刑 陆毅一脸严肃 漂亮 台长露出了微笑 接触雨时 惊吓问道 陆律师 外界传言你是法外狂徒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你的台词里并没有这个问题 惊吓是想陆毅对外界撕下这块标签 不料却看见陆毅严肃的点头 非常赞同 惊吓下意识急忙圆了陆毅的话 我也非常赞同 只有在狂徒之外 才能将犯了法的狂徒绳之以法 陆毅看着惊吓 在这破电视台上班 真是取才了 他值得央视 他从不在乎外界对他的评价 他活在阳光之下 只听从自己的内心 陆毅和惊吓在台上对视 台下的岑峰被塞了一嘴满满的狗粮 冰山玉冰山是可以融化的 正所谓 富富得正 家人们 谁懂啊 打情骂俏 暗送秋波都整到了电视台上 不对啊 自家老板平时除了工作还是工作 哪有什么时间谈恋爱 还突然就结婚了 那么只有一种可能 老板和老板娘一定是一见钟情 岑峰脑海里过了N个一见钟情的场面之后 台长把他和陆毅送离了电视台 今下留在电视台 他们各归各位 陆毅前脚刚走 采访的视频就被发布在了互联网上 也正巧在刚下班时间 点击率那是一个劲的往上涨 尤其是最后陆毅和今下的对话 让视频被转发了十余万次 为了关注点击率 电视台的人都还没有下班 点击率稳了 接下来就该处理电视台内部的事情 宋颜被请离开电视台 今下被提前转正 别高兴得太早 你运气好而已 你以为你每天都会遇见这种大人物 开玩笑 这世界上有几个大人物 反而那些流量明星 才是流量密码 说完 宋颜只高气昂地 从今下身边经过 今下没有理会 陆毅今天已经帮他出了一口气 就没必要再撕逼了 就算要撕逼 也不能在电视台里面撕 否则就会跟宋颜一样的后果 好不容易才转正 他要珍惜 丝毫没有因为宋颜而影响心情 下了班后 今下笑嘻嘻地给路易发信息 我下班了 你呢 嗯 也下了 今下在手机上编辑道 那你吃饭了吗 没有的话 我们一起吃吧 响点发送时 今下犹豫了几秒 把编辑好的文字删除了 他们才认识几天 并且现在又换了回来 还是不要和对方走得太近的好 刚出电视台大门 一道耀眼的车灯打在今下的脸上 今下眨了眨眼 才看清车灯的旁边 站着路易 他小跑着向他而去 一脸笑意 你怎么来了 在外面处理点事 顺路就过来了 说完 路易拉开副驾驶的门 手挡在车门上 上车 回家吧 在京市待了五年 京市还从没有属于他的家 只有租的房子 听到回家两次 今下莫名觉得很暖 也觉得和路易认识了很久 喜滋滋地上副驾驶 路易为他关好出门绕过车上 上到正驾驶 见今下还没系上安全带 他伸手为今下系上 整个过程很自然 好像不是第一次一样 今下也没有觉得别扭 大概是都在彼此的身体 呆过的原因吧 车子缓缓启动 路易开着车 问着今下 想吃什么 我转账了 我们买点吃的 回家庆祝一下 好吗 路易侧头看了他一眼 眼神里写着欢喜 恭喜 你会喝酒吧 被人看穿看他的心思 此刻的他 感觉是赤裸裸的 不好意思的黑黑笑道 会一点点 路易嘴角挂着笑 哦 巧了 我也会一点点 那等会买少点 小费 呀 小费